愛吃早餐的盧廣仲 14日擔任美食展大使 展現完全的吃貨本領外 還不忘 客家 啊 梅干烤肉也是嗎 喜歡 但是我想 喜歡吃但是不敢做 因為就是備料什麼程序 感覺蠻複雜的所以 如果有這個客家 客家的巨蟹座女生 欸椰子 謝謝 對 真的 比較節儉 這要開真的 期待期待 喂還真的很認真耶 誰叫唐老師對人家巨蟹座 下半年的戀愛運勢 下了最後通牒 如果你今年再沒有談戀愛 那就等12年後 如果你今年再沒有談戀愛 那就等12年後 讓同位巨蟹座的廣仲 也開始很緊張 所以可以等12年嗎 不能啊 沒有意思 8、9年就算了 12年是真的等很太久 那 所以這6個月要好好努力嗎 不對喔 下半年齁 也是因為這個機會 我想說不然來成立一個巨蟹 互助會 然後唐老師就說他很樂意幫 互助會面的大家 上課啊 配對 對 那就等咱們廣眾來開班囉 不過會不會因此給大家來個熱愛 想個措手不及啊 依照唐老師的說法 巨蟹座是很有可能 會在下半年的 是有非常好的對象 那大家各位如果現場有巨蟹座的朋友 我們就一起大家各自勉勵 各自加油 那如果沒有對象的話 就要經育12年怎麼辦呢 沒關係我還有音樂 巨蟹座的朋友們加油啦